今年區議會選舉也改頭換面 還多了隨時隨地打卡的關外隊 香港的政治制度正式全面開始新時代 這個新時代的特色就是五光十色 五顆星之下 特區政府既愛國又愛黨 一心只是走一個方向 一國兩制的新演繹也有新特色 但在尤治及興的主調之下 2023年主動提起四年前的香港 同樣是特區政府 2023年還說2019年的亂 未免太過時了 當下的尤治及興 究竟是國安興還是香港興 又有沒有可能是國安興則香港興 邁向有自己新的新增城 運輪游戀導致走向尤治之輕的新階段 香港正處於尤治及興的關鍵時刻 香港是由亂到治 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踏入由治及興 由治及興 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 這四個治之下的公民社會 又有多輕盛 要求政府聆聽民意 要求政府聆聽民意 反水將分部開港 馬來散開港 現在我們準備下樓廳了 街坊開始最提醒了 隨著限聚令取消 香港今年終於有表達對政府政策不滿的遊行 在警方要求下 連遊行都出現新常態 我們考古 考古 畫牌這些 或者圈埋一個不合理的規限 其實你是告訴別人 遊行很危險 所以我們全部要限制 疫情前舉辦超過20年的 五一勞動節遊行 一度有望捲土重來 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 從過往的經驗看 環保民生等利益訴求 很容易被歧結 我們還能允許香港再亂起來嗎 不能 絕對不能 有份新辦遊行的 但是前職工盟幹事黃乃元 4月底突然被指失蹤 幾個小時後 恢復人身自由 但情緒崩潰 還宣佈取消遊行申請 我踩上去 他要被迫了 他很不想做決定 申發了很久 有時候 做人面對著那個處境 不能跌路 接下來幾天 將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很多人會利用這個特別的日子 進行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今年六四 維園見不到密密麻麻的燭光 反而不斷出現這個畫面 說甚麼都沒有 他現在說歪不斷 上車 做騷擾嗎 好了 等久一點 小日在上市 檢留兵盡快來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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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帶走的 還有這些人 過了另一個特別的日子 我們絕對不是在搞任何的show 或者散播任何的恐怖 我們是執法 我們警方向每人 這個通緝人士 是圓紅100萬 100萬港元的相隔 警方國安處用黑白相 公布通緝8個人 各圓紅100萬 指他們涉嫌在外國 違反港區國安法 還說會調查香港 有沒有人教唆 或者資助他們 警方國安處 抓了4個人 包括前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 涉嫌透過網交平台 懲罰 再多一個前香港眾志涉嫌 透過懲罰me 網上平台支援羅冠聰被捕 警方國安處 帶走羅冠聰的父母 同卿長文化 前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的哥哥 也帶走蒙兆的哥哥等生人 原尼昌夫婦 被警方帶走 原尼望 也都被帶走協助調查 今天我們將有一個新的一批 被通緝人士的名單 半年後 通緝名單再多5個人 同時抓了4個人 指控他們資助被通緝的 許智峯和羅冠聰 前眾志成員周庭 今個月初宣布 現在在加拿大讀碩士 原定這個星期四 回香港向警方報道 但他最後決定不回去 兩年半前回復無罪之身的他 因為另一宗 未有起訴他的國安案件 要定期報到 被沒收護照 他說拿回護照去加拿大 是因為跟了國安處要求 跟他們回大陸一次 同舟庭命運相近監 還有前學生動員召集人鍾漢林 他因為分裂國家等罪名被判監 出獄之後要遵守懲教署監管令一年 鍾漢林說警方都叫過他回大陸 他輾轉這個星期三晚到達倫敦 尋求政治庇護 就著他違反監管令的規定 我們懲教署已經即時向鍾漢林 發出了召回令 我呼籲鍾漢林 希望他可以回頭試案 留守香港的人 就繼續在合逢之中求全 我們去年的街站 都還有一策旗的 但是 現在就變成了 我們好像一個 武裝式的氣盤 一向積極發聲的社民年 一年來見招拆招 街站由以前的標語和彩色橫額 換成黑布 現在連黑布都要收起來 剩下三支棍 以溫和見稱的民主黨 不要說參選 連籌款萬宴都要多次取消 投到維園年宵攤檔 都要被DQ 任何人 他對自己的投標 心中有數的 那個情況 現在是沒有人 是出來 是願意接牌 這個事實我們都要接受了 曾經是立法會 最大民主派的公民黨 清盤程序進入尾聲 明年3月正式解散 除了由字及卿 官員提多了的 還有這三個字 在政府眼中 有些甚麼算是軟對抗呢 是有些所謂自稱探監師的人 這些人呢 向他們一些多次素未謀面的黑布 因為黑布而在囚的人士進行探訪 對於任何人呢 如果想危害我們的公共安全 安全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呢 我們都必然會調查的 軟對抗的情況呢 確實是出現的 有些是想危害我們安全的人呢 就在刻意在那裡歪曲 是歪曲我們呢 是這些這麼好心做的事 他是說甚麼呢 他就說到 如果你不去取消這些登記捐贈 就會自動當你是登記了的了 通過 北京三年前出手制定的港區國安法 影響力今年進一步延伸 因應黎智英拼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eam Owen抗辯 全國人大常委會首度就國安法釋法 立法會5月也通過修例 沒有本地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 要取得特首批准 才可以參與國安案件 在呂世餘案 終審法院裁定 他即使認罪 都不可以獲得全數刑期扣減 這宗案件 確立了香港人熟悉的普通法 適時認罪原則 不屬於國安法的減刑條件 國安法沒有明文規管的 都還有其他門路 經過多次播錯國歌事件 律政司6月 入稟高院申請禁制令 禁止傳播 願榮光歸香港 被高院拒絕 律政司再上訴 2024年2月續審 完善地區治理的建議方案 要完善家 除了法制 還有政制 可惜過去被人堵源破壞 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病了 現在是時候令區議會回復健康 重回正軌 政府5月宣布 要幫區議會做大手術 大減直選議席 再設立重重關卡 想參選的人 首先要找三會的委員提名 他那些三會成員 有絕大部份 大家可能都沒有接觸過 不認識 沒有聯絡 我們就問了民政署 去拿那個名單 和那個聯絡資料 拿不拿到 不知道為什麼他硬是不敢回信 也沒有正式回答過 民主黨全軍覆沒 連部分建制派都被邊緣化 不要怕拖著投的一票 可以乘的士 可以CLAIN 提名其一過 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為區選局票 12月10號 記住帶身分證 婆婆你有味嗎? 12月3號 因為你是在做政府工 在出政府糧 這次是非常重要的選舉 我們是否大家要去投票支持 現在投票上主任 將會打開投票箱 最終這次區選 因為技術問題 加時一個半鐘 再創下力離最低的投票率 看來改制兩年的立法會 又有多完善呢? 有傳媒統計過 立法會今年1月到8月 有三分之二的表決 在籍議員 未過全體議員一半的法定門檻 報導引起西環注意 之後的表決 都見到大部分議員乖乖地回到位 新常態下的立法會 連會議紀錄都有新招 部分議員發言紀錄不再具名 清一色外國者 變成了清一色的議員 傳媒要翻查紀錄 監察議會都多了一重挑戰 經歷兩年的傳媒寒冬 今年未見回戀 著名政治漫畫家尊子 記錄了香港過去40年的風風雨雨 今年5月開始 他的漫畫在主流報章上完全消失 我認為停刊是一件很大的事 暗底裡很多事情改變了 大家沒有關注的 其實是更加重要的 兩年前的12月29日 立場新聞高層 鍾佩權林少彤被捕 立場即日起停運 兩位被關押一年之後 經歷了8個月的審訊 原本定在今年10月的裁決 被兩度押後 現在都還未知 何時才有判決 至於拖了兩年半的蘋果日報案 同樣面對一波三折 到下星期才正式開審 行內少數的喜訊 可能是港台鏗窗集 前編導蔡玉玲的茶車牌案 終極勝訴 過了30個月 終於還他清白 今次的例子也再次說明 就是其實 無論是個體或是群體 我們那種堅持 在今天的社會 是非常值得重視和鼓勵的 亦都希望 我們可以彰顯一件事 就是無論制度如何變 這幾年可能我們都發現 很多東西在模式模式消失了 或者很多東西都好像不見了 但我相信心裏面的信念 始終是很難被人拿走的 與我無論如何